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Stranger Things 2 怪奇物語第二季 在經歷去年第一季大紅之後 今年乘勝追集 推出第二季的怪奇物語 由第一季的原班人馬演出 第二季的時間限定在 第一季結束之後的十一個月 1984年的萬聖節前一個禮拜 在第二季推出之後 網路上就獲得一致的好評 我看完之後是覺得 它是一個滿成功的第二季 非常能夠滿足我們這些 看完第一季之後 非常喜歡的觀眾們 還不能說它是完美的神作 但是在我心中 它是比第一季的分數還要高的 故事的世界觀變得更大了 角色之間也有更精彩的發展 一樣是對80年代 還有史蒂芬金滿滿的致敬 不過老實來說 它少了第一季所給人的緊張感 還有刺激感 第二季的走向比較偏向 溫馨的調性 以及角色的成長 故事中的謎題 似乎不再是重點了 我們也沒有對那個逆世界 得到更多的解答 增加了11的姐妹卡里的故事 但似乎也沒有讓這些劇情 變得更加有趣一些 這部劇的一個重點就是 巴黎年代的老梗大集合 第二季同樣致敬了非常多 巴黎年代的影視作品 像是史蒂芬金那種成長中的邊緣人的故事 史蒂芬史皮柏的家庭價值 找了七寶奇謀的主角來演新角色 Bob 回到未來 異形大法師 魔鬼克星等等 IMDV還幫大家做了一個整理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這邊 第一季的Will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異世界當中 這一季算是升格當主角 也跟著其他的主要角色一起上節目跑宣傳 他在第二季的演出可以說是非常的讓我驚艷 除了表現得非常好之外 也常常真的嚇到我 Will在演被奪心魔入侵之後 失去心智的狀態 還有被驅魔的過程 欺騙大家之後say sorry的那場戲 都是第二季裡面最刺激最高潮的地方 第二季似乎把第一季結束的時候 大家的疑問和問題都解決了 Will的身體狀況 11消失之後去了哪裡 警長和政府單位之間 做了什麼秘密的協議 還有Nancy、Steven、Jonathan 三人之間的感情到底應該怎麼辦 似乎第二季的結局 看起來是滿圓滿的 沒有像第一季留下這麼多的伏筆給我們 在訪談當中 這是Duffer Brothers 講到他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跟第一季的結局有所不同 12季相同的是 一樣有著讓人停不下來 一集接著一集的節奏掌控 劇本設計得很厲害 情節安排的高潮起伏 和懸疑感的氣氛都控制得很好 接下來的影片會是有雷的部分 我準備了10個怪奇物語 第二季最精彩的要點 如果你還沒看完的話 請考慮一下 你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在上一季的最後我們就看到 警長Hopper奇怪的舉動 他把了一個 Eleven最愛吃的鬆餅 放在森林中的木箱裡面 這一季慢慢的解釋 Eleven如何從那個洞中出來 又和警長是怎麼相遇的 兩個沒有家人的角色 就這樣一起住在那間小木屋裡面 Hopper還為了保護Eleven 要教Eleven使用摩斯密碼 來讓兩個人做聯繫 這段新的關係、這段故事線 是我覺得這一季最精彩 最棒的一條故事線 吃飯、吵架、道歉 到關上裂縫之後 Hopper緊緊抱著Eleven 這兩個人的戲份 都在這兩個演員精彩的表演之下 非常的好看 第一季大家原本以為 他們就會在一起的Nancy和Jonathan 拖到了第二季才正式湊成一對 這兩個人的故事線 在第二季當中也都算是蠻精彩的 從打電話給爸爸的媽媽 到被抓起來帶到實驗室當中 再去到那個偵探的家中 完成了Nancy想要做的事情 而當中最精彩的就是 這兩個人兩段過夜的戲 第一次兩個人在汽車旅館當中分床睡 解釋了第一季結束之後 兩個人沒有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為Jonathan退縮了 她沒有繼續和Nancy想要發展下去 Nancy曖昧地說出她又等過Jonathan 卻換來對方一句無情又白目的回應 第二個晚上在私家偵探的家中 在第三者的推波助燃下 很逗趣的兩個人終於 按耐不住地睡在同一張床上了 Dustin和Steven這對奇怪的搭檔 有一場沿著鐵軌還滿長的對話 在大自然的美景當中 這兩個不同年紀的男孩子 進入一個只有他們兩個人的世界裡面 Steven幫助Dustin去建立他的自信 甚至還把自己整理頭髮的秘密告訴他 兩個人之間也建立起一段 比較不一樣的友誼 雖然第七集11去找代號008的Kelly 這一集被評為是第二季的敗筆 無關緊要多餘的一集 但這兩個人的對比還是相當重要的 有了Kelly的出現 Eleven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他有了一個同類 也讓我們看見 Eleven要是沒有遇上 Hawkins這個小鎮上面的這一群善良的人 他有可能變成什麼樣子 或者說我們也看到Eleven跟Kelly 他們做了不同的選擇 但第七集The Lost Sister 一點都不有趣 也真的是事實 劇情無聊那些人物也不討喜 雖然說擴大了這個世界觀 但還是會讓人有一頭霧水的感覺 媽媽跟新男友Bob這條線 一開始我其實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不過後來漸漸的Bob 越來越讓人喜歡 最後還非常英勇地犧牲了自己 雖然我完全看不出來那隻魔狗 是從哪裡跑出來的 牠不是在後面嗎? 為什麼會從側面跳出來呢? Bob這個角色有一點像是 那四個主角的長大版 在求學期間一樣是 沒有人想要多看一眼的邊緣人 但是在長大之後 還是可以跟中學的笑話在一起 這麼勵志的故事誰不喜歡呢? 另外一對新的配對 Lucas跟Max 則是在劇中一開始的三角關係 到後來越來越清楚 兩個人也是在這一季 經歷了一場冒險 發生了一些事情 當然他們還是小孩子而已 就是Puppy Love 不需要對那個Kiss那麼緊張 Eleven跟Mike這一組主角 在這一季什麼都不用說 他們能夠再親一次就滿分了 我真的非常討厭Bill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對妹妹很不耐煩 然後又非常愛管閒事的一個惡霸 但他確實Tee比較沒有戲劇張力的第二季 增加了一些緊張感還有刺激感 然後在他被他的爸爸壓上牆的那一刻 我開始可以理解這個角色的內心 等到他為了去找Max 而挨家挨戶的找上了 正在浴缸當中讀小說的那一個 Mrs. Willer 在此我們先非常的感謝 Nancy的爸爸她睡著了 不然就不會發生這段劇情了 這段雖然看起來很不像怪奇物語 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兩個人之間互相的挑逗 非常的有趣又火辣 不知道這個意外的性感小插曲 會不會在第三季還有後續的發展呢? 老實說我一開始也是非常的不耐煩 又害怕這個小魔狗的片段 Dustin的行為就是很白目 可是他從意外的撿到一個小動物 然後他一天天的長大到無法收拾的這個狀況 看著他利用他的小聰明在處理這件事情 還算是在劇情上面有趣又可愛的一段 而且最後Dustin和他的道別也算是一個挺好的結局 Hopper警長和媽媽兩個人好像因為爸爸的加入而少了一些交集 但從第一季開始這兩個人之間就好像一直要發生什麼事情 但又沒有發生 我非常喜歡這一季的最後讓兩個人坐在學校的一角 然後一起share一根香菸的畫面 兩個人在大人世界都算是失敗的人 他們坐在一起好像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還是有彼此可以依靠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局 相當有怪奇物與這個邊緣人和這個體制世界對抗的精神在 以上就是10點我選出來的怪奇物與第二季的重點回顧 第二季算是與第一季不同的走向但是非常成功的一季 新加入的角色也都達到不錯的作用 除了前面提過的新角色之外 一定要還要講到的就是那個Lucas非常強系的妹妹 聽說他在第三季還是會再出現喔 新的大魔王奪心魔也肯定會再捲土重來 只是希望第三季可以不要再找Will了 不然他真的是太衰也太辛苦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給他一些比較輕鬆一點的戲份 期待第三季更精彩的怪奇物與 怪奇物與第二季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幫我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